同学聚会上 女友的竹马和她玩真心话大冒险 抽到甜蜜互动 他们暧昧地投入 众人小心看我脸色 怕我砸了聚会 我却只是淡淡笑 气氛都到这儿了 不轻一个 和女友的第98次恋爱旅行 她又一次丢下我 和竹马韩放约了爬山 把我一个人扔在酒店里 五年前 大学毕业 我向她求婚 她说还没完够 等我们去过99个地方后 才能和我订婚 五年时间里 98次旅行 90次 韩放都一起跟着我们 没去的八次 是她实在抽不开身 而那八次 我和她的单独旅行中 她不是嫌酒店不好 就是线路不对 总之就是不欢而散 我一觉醒来 他们俩都不见了 此时 韩放的朋友圈更新 久仰的高山 必须攀下定位在我们旅行城市的一座山 出了名的打卡景点 佩图却是女友的侧脸 在韩放的手机里 她的眉眼都带着放松和满足 那是我亲戚所有 都不能让她展现出的状态 我当作没看见 收起手机 吃完饭后 给柳如烟发了的消息 你们在爬山 我来找你 她没回 半路下起了大暴雨 我被困在山里 大雨引发山洪 危急关头 我打电话给她求助 电话接通 韩放的声音传来 你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 她今天爬山累坏了 已经睡了 说完就挂了电话 冰冷的大雨 毫不留情砸在我身上 一点一点浇灭了我对她的执着 等我私里逃生 回去的时候 已经是第三天了 这期间 柳如烟没有一个电话 没有一个微信 我到酒店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十点出头 她睡得正香 我看着她熟睡的脸 回想自己这么些年的付出 不是没有委屈过 但这是第一次 我不再忽略自己的感受 正是这么多年自己的委屈 还有不值得 柳如烟看到山洪的新闻 才想起问我 你没遇上山洪吧 我喝着手上的牛奶 遇上了 差点死在那儿 不过就原来的算及时 捡回一条命 她一噎 顿了一会儿才说 那你也真是 出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给我说 我听着她嘴里的称怪 低头笑了 我打了电话 韩芳说你在旁边 在睡觉呢 她脸色微变 恼怒站起身 冲我喊 你什么意思 怀疑我 你是不是男人 自己的女人都不相信 这简直给了她完美的发作借口 她像从前那样 一点不如意就摔门而去 而我并没有像从前那样追出去 反而在吃过早饭后 补了一觉 前两天死里逃生 身体还没恢复过来 我们的冷战持续了十天 十天 同住一个屋檐 没有说过一句话 直到回家后 她才买了两张电影票 于尊将柜和我说话 明天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要是从前 她主动和我说话 不管发生了多大的矛盾 我恐怕都要开心地跳起来 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一切 都主动抱到她面前 可现在我看到电影票的 第一反应就是 不想去 我瞟了一眼电影票上的名字 顿了一下 那是我好久之前 就惦记着的电影了 算了 去看看吧 好柳如烟醋眉 对我的反应不太满意 但还是忍住了 接着说 我弟弟这两天要来 你把你的房间收拾出来 给他住吧 原来 这才是他主动求和的目的 我看了看电影票 答应下来 好他还算满意 一直到了电影快放完了 柳如烟没来 我一个人看完了那场电影 身心舒畅 不愧是我等很久的 值得 电影散场 我打开手机 刷到韩放的朋友圈 感谢你不论何时 都愿意为我而来 配图是柳如烟的背影 他扎马尾的皮筋 是我亲手买的 定位的地点 是本市最大的邮轮剧本杀 如果是从前 我看到这些 绝对会怒气冲天 冲过去和两人对峙争吵 而韩放则会失落 凸显他的委屈求全 而柳如烟 则会对我更加不耐烦 可现在 我看到这些 心里竟然出奇的平静 我由衷地笑了笑 关掉了手机 晚上 他回来了 对今天的事简单解释 今天不好意思 那个剧本杀的票实在太难抢了 电影什么时候都能看 你不会介意的吧 我回 不介意 你也说了 那票确实难抢 情有可原 他走到我的房间门口 看到我房间的东西一点没动 皱着没质问 你怎么回事 昨天不就和你说了 让你收拾出来 明天我弟弟就要来了 这样他怎么睡 我摊开手 坐下来说 给他订酒店吧 我最近没什么空 柳如烟的脸色阴转情 也行 那你记得给他订五星级的 他挑的恨我回头 那好像是你弟弟柳如烟笑容一江 你什么意思 我耐着性子重复 我说你的弟弟 你自己定 要定什么星级都可以 柳如烟气得浑身颤抖 再一次摔门而去 柳如烟八点多才回来 一身的酒气 他把手里的礼物带丢过来 高傲的说 拿去吧 你早就想要的花了我两百多呢 对了 我想要香奈儿新出的那款包 你都两个月没给我买包了 还有 明天早上我想吃馄饨 要新鲜现包的 你记得准备好在一起六年 我每天都精心为他准备三餐 他的胃早就被我养腰了 外面的外卖 根本入不了他的眼 而每个月 我都会给他买个包 这么多年下来 照理说 他的包该是柜子都塞不下了才对 可是并没有 我头天给他买的包 第二天 就会被他拿去退了 至于退了的钱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 也从没有过问 我一直觉得 既然送了他 那这东西怎么处理 都是他的自由 礼物带滚到我脚边 里面的东西露出来 是一件情侣装 我一直都想和他一起穿情侣装 他却从不愿意 反倒是韩放偶然和他穿了同色系的衣服 他都能高兴一整天 如今梦寐以求的情侣装 被他以施舍的态度扔到我脚下 我弯腰捡起地上的口袋 顺手放在茶几上 想吃馄饨 点外卖吧 我现在真的很忙 柳如烟面露不耐烦 是因为那天攀山我和陆放的事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还是这么小心眼 韩放对我有 我知道 他对你有救命之恩 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理解 你都知道你还这么无理取闹 我要是想和他有什么早就有了 哪里还有你什么事 再说了 之前的事 也不能全怪我一个人吧 柳如烟像是委屈了很久 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人家音音的男朋友 给他买房买车 鸽子担那么大的钻戒 都不知道送了几个 你呢 再不济 人家韩放 也知道在我难过的时候 彻夜安慰我 你身为我的男朋友 只会猜疑我 还会做什么 要是从前 我听着这些CPU 一定会像他想要的那样 认真反思自己的不足 然后放下自尊 哄着他 转头付出自己的全部 只为了换他的快乐和满意 可现在 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不知足的人 你怎么掏心掏肺对他好 他都不会知足的 这么多年 出去旅行 他什么都要好的 五年下来 不说百万 七八十万是有的 每隔一两个月都要买包 还有其他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上班一天 还有他弟弟 隔三差五找我要钱 我从来没有拒绝过 这些算下来 又何止一套房 我都没和他真正计较过这些 只因为爱情 如今 也不想计较 但 及时止损 为时不晚 我现在真的没空 你要是饿了 就自己点个外卖 要是累了 就好好休息 这两天 我正在着手准备简历 重新找工作 我语气冷淡 他怒急返校 林鹤 我给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不要的 熟悉的摔门声 我已经习惯到 一点波澜都没有了 甚至有点预判了他的动作 他走后 我回到房间 书桌上的一份简历 映入眼帘 那是毕业时 我投大厂程序员岗位 一次就过的简历 柳如言说 那样的大公司 都忙得很 我去了就没时间照顾他了 我为了他 放弃了进大厂的机会 这么多年 都是接的散活 赚的是不少 但是忙起来三五天 不能好好睡觉 是常有的事 时不时 还要去哄他的小脾气 有一次 他闹脾气不让我工作 没有在规定时间交东西 没赚到钱不说 还赔偿了对方的损失 失去了一个长期客户 相当于一个月都白干 可他还是不满意 我看着那份简历 毕业时被我压在心底的执念 再一次旺盛起来 也许 我该为自己活一次 我照着那份简历 重新做了一份 又在履历栏里 贴了一长串 这些年我做的案例 等我敲完最后一个字 长长的一页纸 几乎都要装不下 看着这些工作成果 我真正笑了出来 不论什么时候 这些东西才是我真正的底气 邮件发送出去的那一瞬间 我心里才放松下来 困意袭来 我熄灯睡觉 可刚瞇着 咚咚咚的敲门声 不客气地响起来 寒放带着委屈的柳如烟 敲开我的门 开门后 他愤怒地直问我 林鹤 你算什么男人 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 如烟这么好 你既然得到了他 为什么不珍惜 这么晚 你让他一个人出去 一个电话一声问候都没有 你算个什么男朋友 我看了一眼 两人挽在一起的手臂 还有韩放眼底隐厉的得意 云淡风轻地说 这不是有你吗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要是想珍惜 眼下就有一个好机会 他弟弟要来 要不你接过去照顾几天 韩放和柳如烟都错愕 他们没想到我会是这样的反应 如果是之前 他们来这一出 我肯定会万分愧疚 不顾尊严的道歉 并且不惜代价地挽留 他们就可以借此机会 提出自己的要求 毕竟这可是我上赶着送上门的 有便宜不占白不占 从前我不是不明白 只是为了柳如烟再忍 现在我不愿意忍了 我不按照剧本演后 他们反而不知所措了 柳如烟从韩放手中正拖出来 拉开距离 韩放 谢谢你今晚送我回来 时间不早了 你先回去吧 林鹤会照顾我的 而韩放生怕我真的把柳如烟的弟弟扔给他 匆匆走了 进屋后 柳如烟拉着我的胳膊 软声道 好怕 就算是我的问题 你别生气了 好吗 又来了 我微微侧身 躲开他的手 明天是我的同学聚会 你和我一起去吧 去吧去吧 他一向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 我懒得和他纠缠 点头答应 他终于笑了 这么多年 他的同学聚会我每年都参加 甚至绝大部分费用 都是我承担 柳如烟要面子 他享受在聚会上 我围着他转 让人羡慕的样子 但 我只答应了他去 可没答应其他的 同学聚会上 我就像个隐形人 看着他们玩 毕竟这里都是柳如烟的同学 我几乎都不熟 真心话大冒险 他和韩放同时抽中了 大冒险的卡牌 上面的任务是 做一个亲密的举动 柳如烟的脸立刻就红了 他看着韩放 暧昧的气氛充满了包奸 大家都小心看我的脸色 偏偏就他们两人丝毫不决 韩放端起两杯酒 喝交杯酒算不算过关 没人接他的话 所有人都看着我 韩放也在看我 目光里带着挑衅 我轻轻一笑 气氛都到这儿了 不如亲一个 柳如烟脸色微变 他的老同学们都不再说话了 这个关头 包厢里诡异的安静下来 韩放用开玩笑的口吻问 你真的舍呢 那语气 仿佛只要我答应 他就真敢轻 柳如烟的同学们 都一脸一言难尽的 看着韩放和柳如烟 柳如烟倒是一反常态 没有答应 要是从前 他早就半推半就 用游戏规则当作借口 放纵自己的行为了 韩放 你说什么呢 林鹤只是和我们开个玩笑 你别闹了 这杯酒 我喝了如果是之前 我看到柳如烟的行为 恐怕早就感动得不行 更加离不开他了 现在 以旁观者的角度 我好像有点看明白了 柳如烟的操作 他不过是想一边享受 和韩放暧昧的乐趣 一边用韩放刺激我的占有欲 就好像在说 看吧 我可是很受欢迎的 你要是不珍惜我 有的是人珍惜我 你可要更加对我好 不管我有什么过分的要求 你都得满足我 要不然 我可有的是人喜欢 可笑我从前 真的被他这样操纵这么多年 但是 柳如烟 你别忘记了 用爱来绑架一个人的前提 是爱 现在我不爱了 什么招数都没用啊 柳如烟端起两杯酒 递给我一杯 要说交杯酒 也该是我和你喝才对手机响起 一封短信 让我激动的指尖都在微微颤抖 我的简历通过了 抱歉 我现在有点事 你们玩 我先走了 大场约的面试就在第二天 我得赶紧回去准备 自然没空和柳如烟演演什么亲密的戏码 时间非常紧迫 但是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行业 只是工作的形式是自由职业 甚至为了赚钱给柳如烟提供更好的生活 接单子都是不分昼夜 什么都不挑的 我的业务能力 绝对不比在职的差 正因如此 我被录取了 在我的要求下 我立即办理了入职手续 带了些我今天就能做的简单任务回家 面试通过后 我浑身舒畅 回家的脚步都是轻快的 然而我的好心情只为吃了一会儿 开门回家的时候 我几乎怀疑我家里是不是敬贼了 客厅里摆着一个行李箱 半开着 里面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散落一地 沙发上的抱枕到处都是 最远的一个扔到了玄关 茶几上摆着麻辣烫的外卖 汤汁随意洒在地面上和 沙发上 我没心跳了跳 这熟悉的一幕 不用想都知道 这是柳如烟的弟弟来了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果然 刘勇鞋都没脱 躺在我的床上 我的书桌上被他摆满了零食 碎屑到处都是 刘勇 谁让你进我的房间的 刘勇从游戏里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你回来了 正好 你把你的东西都拿出去 我住着不舒服 快点啊 对了 晚上我想吃奥龙 要香辣的 我吸了口气 关上门 给柳如烟打电话 电话接通 柳如烟的声音透着高兴和得意 林鹤 怎么了 想我了 知道自己错了吗 我之前每次给他打电话都是认错 他大概以为 我这次也是认错吧 你先回来 你弟弟来了 我的语气十分冷淡 和他预期的大概不一样 他愣了一瞬 语气里的得意不见 软下来 好 我马上回来半小时后 柳如烟回来了 他看着客厅的一切 什么都明白了 抱歉啊 我弟弟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要不你还是去客房将就一下吧 我站在客厅里 看着柳如烟 面无表情 第一 让他立刻出去 不管是住酒店还是其他 第二 马上请保洁 把房子彻底清洁 我今天还有其他的工作 没时间和你多说其他说完 我反应过来 这些语气 全都是从前 他对我用过的 我从来都不笨 原来 这就是不爱的感觉 原来 他真的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柳如烟从来没看见过我对他这样 一下子愣住了 好 我点点头 拿着电脑包 下楼找了家咖啡厅 打开电脑 处理公司带回来的任务 等我全部搞定 脖子都僵了 身体很累 心里却高兴 回到家 刚走到家门口 我发现大门打开着 刺耳的争吵转了好几个弯 钻进我耳朵里 柳如烟 你脑子里糊的什么 你竟然让你弟弟出去 要不是我们来 你还想怎么欺负你弟弟 妈 我给他订了酒店 我呸 你那两百块钱的破房间 打发叫花子呢 我迈步进屋 柳如烟的爸妈弟弟看着我 都没在说话 可表情里的不满 简直让人不能忽视 从前 我对柳如烟的家人 向来是有求必应的 只要我能做到的 都绝无二话 实在是有些困难的 也咬牙尽力去做 尽管如此 他们一家还是看不上我 我说 林鹤啊 我女儿跟着你 本来就是受苦了 现在阿勇不过是想来住几天 你就这样照顾她的 柳如烟的妈 还是一如既往的 上来就是责备 我看了看客厅里 一点没变得脏乱 柔柔眉心 尽力维持着教养 伯母 柳如烟订的两百块的酒店 已经是这个城市里 不错的房间了 可她却不领情 小气就说小气 哎 终究是我们乡下人不配 这还没取到我们家如烟呢 就开始变脸了 你说我还能靠得住你们吗 我没接她的戏 转头对着柳如烟说 我再给你一晚上时间 处理好这些事情 今天我出去住 你应该知道 我是认真地说完 他们都顿住了 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 柳如烟的妈顾不上妆 愣住问 你们吵架了 柳如烟的爸开始给她识眼色 我却一点都不想再看 提着电脑回房间 简单收拾了两件换洗衣物 直接出门了 酒店里 我睡得正香 柳如烟找来了 她哭得很凶 没了从前的自信满满 充满了彷徨和恐惧 林鹤 你别这样 我害怕 我爸妈只想把我卖个好价钱 只要你是真心对我好的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没了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离不开你 我被半路吵醒了瞌睡 只觉得脑袋昏沉 我从钱包里拿出一些现金 没有数 但是开个房间肯定足够了 柳如烟 你去开个房间休息吧 我真的很困 说完就关了房门 回去闷头继续睡 第二天一早 打开门时 柳如烟已经不见了 她昨晚的话在我脑海里重放 我笑着摇摇头 她 从头到尾考虑的还是自己 她不过是觉得离开我 不太好找这么好拿捏的冤大头了 我把这些事放在脑后 神经气爽的去上班 下班时 家里已经恢复原样网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等我 厨房的饭桌上 放着简单的三菜一汤 我看着这些 微微愣了一瞬 从前 这些事情 都是我在做 每天都是我不厌其烦 做好饭菜 等她逛街回来 这么多年 这是她第一次下厨 为我做饭 不敢想象 这要是之前 我会高兴成什么样子 可惜 终究不是时候 林鹤 你回来了 快吃饭吧 都是你爱吃的 我坐下来 吃着饭菜 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柳如烟的手艺很好 和我不相上下 她只是不想给我做而已 相反却可以给韩放做 爱与不爱 高下立判 吃完饭 她欠来水果 又去放好洗澡水 断来一杯热水 休息一下 吃点水果去洗澡吧 我放下水杯 对她说 其实 你不用做这些的 我不过是在等她一句分手 当初我承诺过她 要分手 也只能她提 我本以为 只要我不回应 就算是摆明了太多 她就会提出分手 毕竟韩放也等了她很久 只要我放弃纠缠挽留 他们很快就会修成正果 不过 这个发展 怎么好像不太对劲 她正要对我说什么 韩放的电话号码闪烁 喂 韩放吗 我在忙 喂 你是她女朋友吗 她现在出了车祸 你赶紧过来一下柳如烟 脸色顿时煞白 她看着我 眼里竟是挣扎 没事 你去吧 我十分善解人意 我 我去看看就回来 很快回来 我垂下头 脸没笑了 回来 今晚你只怕是回不来了 从前便是这样 只要我和柳如烟闹矛盾 即将和好 韩放总会恰当地出点事情 目前已经解锁的事情 包括但不限于 喝醉 打架 生病 受伤 现在又多了一个车祸 偏偏柳如烟就吃这套 乐在其中 我叫不醒装睡的人 不如成全 放过自己 第二天早上 我收拾妥当准备出门上班 她满脸疲惫 又心虚的回来 和我在门口相遇 你要去哪 上班她惊 上班 你怎么没跟我说 我想想从前 回到 不是你说过的吗 以后和我工作有关的事情 都不要来烦你 她一噎 低下头 从前 是我不对 对了 回来我有点是跟你说 她忐忑看着我 强撑着笑 好 你晚上想吃什么 我去买菜 不必了 回到家后 我开城不攻 柳如烟 我们就到这儿吧 她端着水杯的手一松 水杯掉在地上 四分五裂 就像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还没吃饭吧 我订了一家法餐 还可以 我们一起去吃吧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 我看着她的眼睛 柳如烟 我们先前是有过约定 分手只能你来说 但我等了太久了 实在是等不到了 你从这里搬出去吧 我给你一周 第一个月的房租 我给你出 她逗大的眼泪 一颗颗滚出眼眶 就因为我没陪你去爬山 就因为寒放吗 林鹤 你 我决定和她说清楚 不 都不是 是我不爱你了 我想了好多天 终于想明白了 我就是不爱了 要是我还爱她 别说是没陪我爬山 这么多年 她做得更过分的事 我不是都熬过来了吗 可我现在真的不爱她了 所以 她和谁在一起 想去哪里 我都不在乎了 我不信 我不会搬出去的 凭什么你说结束就结束 我不答应 我还是说出了那句话 柳如烟 你说过的 结婚需要两个人签字 可分手 只需要一个人同意 这是她从前拿来绑架我的话 我太害怕她离开 所以 一再委屈自己 求一个她 现在 我把这句话还给她 不过她的话 还是给了我灵感 如果她不搬怎么办 这套房子 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她买的 她喜欢热闹的地方 但这里离我现在的公司很远 通勤差不多 就要花一个半小时 短短两分钟 我心里就有了答案 你尽快搬吧 我已经把这里卖了 一周内 新房东就会上门收房 我明天也会搬出去 她失去力气 跪坐在地上 我在网上 预约了卖房子的中介 用手上的余钱 首付了一套 公司附近的小公寓 五六市平 但我一个人住 足够了 等以后宽松了 再换大点的 那天以后 我没再见过柳如烟 大概一个多月之后 她却出现在我的公寓门口 看见我的一瞬间 她眼里闪出惊喜的光 她瘦了 从前合身的衣服 现在穿起来 宽松了很多 林鹤 我终于找到你了 林鹤 我真的很爱你 我知道错了 从今天起 我再也不和韩芳联系了 你原谅我吧 我开门 给她倒了一杯水 她身上的白裙子 让我微微失神 我在大学里 第一次看见她 就是穿的这条白裙子 长发翩翩 眉眼弯弯 我一见钟情 哪怕她眼里有别人 我还是义无反顾 像飞蛾扑火一样 奔向她 兜兜转转五年 那堂火 终归是灭了 柳如烟看到我失神 眼里闪过喜悦 林鹤 你还是爱我的 对吗 我瞬间回神 不 不爱了 我说得很坚定 很明确 这是我心底的声音 柳如烟惨然一笑 没关系 这次 换我来追你 从那天开始 柳如烟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公寓楼下 送花 送饭 送礼物 从前我追她的时候 为她做过的事情 她都一点一点还给我 我心里只觉得 大概上天就爱捉弄人吧 从前我奢求她多看我一眼时 她从不懈给我多一点点目光 现在我只爱自己了 她却回头了 我们之间 总是差了那么一步 不管她做什么 我都没有接受 既然不爱 就磊落分开 没什么好留恋的 我向来就是这个性子 喜欢的 就算是再难 我也会追逐 不喜欢的 绝不多看一眼 东西是如此 人也是这样 一天下班 我在公寓楼下转角的地方 看见柳如烟的妈 一耳光甩在她脸上 一个赔钱货 要你有什么用 既然她不要你了 你赶紧把韩放给我拿捏死了 别到头来 一个都捞不到 柳如烟被她妈妈带走 从此 失去了音讯 三年后 我第三次参加属于自己同学聚会 林鹤 你听说了吗 韩放坐牢了 我陡然抬头 没听说 我听说从前柳如烟离了你 就去找她 可韩放看柳如烟这里没有好处可捞了 在一起一个月都没有 把人睡了就分手了 她去掉富婆 结果真让她傍上了一个有钱的 过得那叫一个潇洒 结果她吃着碗里的 还看着锅里的 又和别人好上了 富婆知道了 转头给她安了个经济犯罪的名头 她就进去了 我听完 只觉得唏嘘 好好的人生 非得过成那样 一周后 公司安排的体检 我在那里看见了柳如烟 她看见我的一瞬间 慌忙挡住脸跑了 连东西掉了都没有发现 我惊讶于她的瘦 那是瘦脱象的瘦 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 我弯腰捡起那张掉落的单子 检查单上的胃癌两个字 看到我瞳孔一缩 我拿着那张化验单去找医生 这个人 我记得 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 根据这张化验单看 没多少日子了 我看着这张单子 久久不能回神 我本想尽力找到她 看能不能尽点力 让她轻松一些 好歹相识一场 可到最后 我都没有过她的任何消息 两年年后 我身边站着温柔的妻子 抱着健康可爱的孩子 走上了从前盼了好久的 那条站满了路灯的满黄小道 那是通往回家的路 我们的影子 被路灯拉得很长很长 孩子的笑声 传得很远很远 全文完